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彼得牧区的玉秋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 神在我身上的祝福 我从小生长在庙宇环绕的湾里 娘家旁边就有两间庙 湾里有一间教会 我在那边生活了三十几年 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在我前一个工作的职场 有一天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来面试的时候 他跟我们公司提出了一个 他的需求 他说他星期天 可不可以晚一个小时来上班 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要去主日 那时公司觉得应该没有差这一小时 就让他晚一个小时来上班 这个同事来上班之后呢 他的学习非常的认真 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看着他一边吃饭 他会一边看圣经 他跟我说 吃饭也要吃灵粮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 与他相处起来 每一次遇到任何的事情 他总是跟我分享 圣经的价值观与教导 我那时候觉得 圣经真的有教人这些吗 但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同事 他实在是宗教太入迷了 中毒太深了 到了圣诞节 他邀请我去教会 但因为公司一天只能修 一位门市人员 后来他竟然对我说 如果我要去教会 他就留在门市 就这样他 留下来上班 我踏进了教会 整个晚会很喜乐 那天的诗歌是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晚会让我对教会 留下美好的印象 让我对这个信仰 又更有兴趣 更好奇了 之后同事又带我去 参加主日 小组 原本打算不婚的我 在小组中 看到基督徒夫妻的互动 让我好生羡慕 这是在我的价值观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甚至在我的家庭当中 也感受不到的 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鼓励我 可以找基督徒的配偶 他也和我为这件事情祷告 感谢神 后来神真的为我预备了 一个基督徒的配偶 而且是全家族都是基督徒 我相信这是神 最美好的安排 后来回想起来 真心佩服这位姐妹 他勇敢的分别 也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 并且在职场上 勇敢的为主发声 传福音 给了我很好的见证 婚后我们陆续生了三个孩子 我也稳定在妈妈小组聚会 妈妈小组陪伴着 我的育儿生活 我们一起分享教养 我们一起做运动 我们一起做手作 也在当中学习彼此包容 接纳每一个人的不完美 陪伴彼此的高山低谷 学习圣经的真理 来经营我们的家庭 真心觉得认识耶稣 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三年前最小的女儿 升上了三年级 我跟神祷告 想要一个可以继续陪伴 孩子又可以继续参与 教会活动的工作 但心里却又很小心地想说 这应该很难吧 没想到过了几天 女儿之前读的公佑老师 打电话请我过去帮忙 看我能不能去学校 代班一个月照顾特殊生 脑中想过一个念头 若是有一些微小的收入 也可以协助家里的经济 但我能够把妈妈小组的时间 分别出来吗 若是我提出了 我无法全部配合上班的时间 老师会不会就令寻他人而失去这个工作呢 我鼓起勇气跟老师说 我可以协助代班 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也把我要妈妈小组的时间 跟老师说 还有我必须要什么样的时间接送我的孩子 没想到老师都竟然答应了 他安排了另外一个妈妈与我配搭 我们可以协调 我可以继续来妈妈小组 也让我很弹性的接送我的孩子 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可以到新南富佑陪伴孩子 三年来在幼儿园 我可以勇敢说我是基督徒 在班上老师也会放诗歌 圣诞节更是满满的圣诞月学习周 老师跟孩子分享耶稣诞生的故事 老师也让我分享教会的圣诞晚会活动 也推荐我们教会的营队 而我也因为在幼儿园的工作 进入了儿主 我心中感动的是 神让我在幼儿园所学到的一切 跟特教的研习 也用在儿主的服饰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分别需要勇气 更需要持续 陪伴这个孩子三年 我可以工作 可以参与妈妈小组 可以参加下一令营 也可以去短宣 上帝都为我预备了 今年这位孩子毕业了 当我开口邀请他来 教会夏令营 他的妈妈一口就答应了 参加完夏令营 又报名了周末营 希望福音可以让更多的孩子 跟家长听到 到此这个阶段任务完成 我相信上帝对我的未来 又有更新的计划 我满心期待着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